民陣,你爭取雙普選,你爭取賭吧 我們還不流行玫瑰? 好像說今年的民陣主題都有些爭議 他們說了三個主題 曾蔭權下台,2012年要求雙普選 第三個就是打倒地產把拳 我想我們先說曾蔭權下台,這個最容易說 我有理由相信曾蔭權在2012年一定下台 我和你輸到誰做莊 除非他2011年下台 我肯定是他2012年之前下台 而現在三年肯定見不到他執政 是的,我爭取一定成功爭取 什麼時候我們流於民建聯的水平 成功爭取什麼水渠 坑渠口要有蓋子 現在差不多是這樣的水平 爭取水渠蓋也不是 是知道已經會做了 才出信譽 他們有一句說法 我時時抄不到 什麼早知三日就成功爭取 可能網上的朋友知道 可以補充一下 曾蔭權下台就是不爭的事實 接下來就可以舉牌 曾蔭權下台成功爭取 隔幾個人後面就成功爭取 還有跟03年比較董建華下台 雖然曾蔭權民望暫時說 比董建華的歷史新低 但是跟當年董建華那種民怨 是不是有些本質分別 即是民望評分那些 真的很簡單 如果你去問特區那些做公司的人 他們怎樣做呢 如果何文傑呢 你覺得他的施政表現 你覺得是很滿意的就10分 很不滿意的1分 你給何文傑多少分 9分 然後你去到旁邊的區議員 你覺得你的區議員的管治質素是怎樣 滿分是10分 滿意的1分 你給多少分 8分 問題就是那個8分和9分是怎樣比的 即是根據什麼去評分的 何文傑一直以來的9分 那個人是10分倒到8分的 即是你要看趨勢 所以要看同一個人 你不可以拿那個議員和何文傑比的 其實可能兩個人困何文傑 你不可以拋街贏那個人 雖然是 鍾廷堯的其中一個是問特區政府的 他就不是問特首 特區政府整體 你整體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但問題就是你對一個人對政治的看法 通常都很以人為本 我一向都說搞政黨是搞人 不是搞建制的 但是你拿董建華和董建華自己的走勢去比 曾蔭權和曾蔭權自己的走勢去比是OK的 董建華上場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董建華1996年的時候民望是多少 1996年董建華的民望高到 好像奧巴馬那樣 高到奧巴馬那樣 你神經病 那些人 那時候我還記得有個講法 董建華和司徒說 兩個選特首 董建華是拋街的贏的 你會知道他是由那個位置這樣 從35000多點跌到只有4000點 日經那隻 曾蔭權是由12000點跌到8000點 你不可以拿一個結尾結果 這個恆生指數只有8000點 日經指數4500點 所以大家會怎樣 你看看在哪裏下跌下來才行 所以民調是一個很難 你這樣蘋果和橙去秤 那也算了 這些技術上的資節不說 第二就是 你問一些人 其實那個bias就很大 就是建基於什麼 就是建基於那個預期 其實社會已經建立了的預期 就是你可以賴一下傳媒 你可以賴一下做報告的人 都有份 就是建立了的預期 其實特區的民望會不斷下跌 所以其實你問我 我做 我是被訪者 你覺得特區的民望 是十分滿分 一分是最低分 你給多少分 我其實 純粹是 除了講我自己的主觀評價之外 其實那一下我都有一部分的因素 是建基於用估計 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很少人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 不過外邊的人是亂說 九分 即是不是都說九分 好笑的 就是大家都會 convert到期望 所以 你說現在 香港實際的民望 我們很主觀的感覺 還有03年 哪有一個比 所以其實那些民調 是很不科學的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他們跟了很多程序 有很多準則 那些是偽科學 他們很符合他們的技術標準 即是等於那些人做那些針灸 刮沙 我跟你說 刮沙要有效 一定要這裏刮三刀 之後三個小時內 不准碰水 處理處理 我給你很多限制 很多條件 整本書 刮沙指南 準則 修訂本 1.53 你跟著它 問題是刮沙 這件事就是沒有科學根據 李小虎就是這樣 根本是質疑民調的可信性 民調和刮沙一樣 我看到另一個角度 雖然特區政府的民望 可以被推翻的 又伸低 根本沒有 每一刻的時空轉了 對不起 變了 不能推翻 但是很多人 忽略了臨意 在我們建制底下 除了行政機關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立法機關 而這個立法機關 在香港就叫做立法會 長時間立法會的民意支持度 長時間是更低的 我想知道現在最受歡迎 民望最高的議員是哪些 所謂民望 我和RTV 成功爭取李卓人民望 雅跌 你看看社會上 有誰說李卓人 不是說他 有誰指出李卓人的為人行事 還有大膽 率直 很坦誠地說他 好像只有我們 成功爭取 都沒有幾個 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的政府民望低 但是原來 一山為一山低 整個建制 民意的認受性都很低 但很可笑的是 實際的政策 特區政府被立法會騎劫了 很多政策其實不受歡迎 很多民怨 但是因為立法會裏面有票 或者民粹的政客 很民粹地要政府做這件事 自然就會出現了一些 令政府民望更低的傻瓜政策 為了令今天的節目更加精彩 我由現在開始做這個 Defles Advocate 何議員 如果你剛才說 政策被立法會騎劫的話 無論民望高低 在一個憲制下的民主社會 有哪一個的政策 不是被立法會騎劫的 不是被立法機關騎劫的 美國的政策 不是被美國的立法機關騎劫的嗎 澳洲呢 那怎麼辦呢 你的說法真的廢了立法會 正常的情況 就應該是 立法機關做把關 去制衡行政機關 但是香港就是 反過來 因為行政機關的 自己膽怯 自己深怯 有很多事情 甚至公務員太太 但協助政策和政策在吵架 他就讓了 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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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最低公司很明顯的 典型例子 你問AO肯定有九個半都跟你說 我肯定很大件事 他都不想去處理這些 行政機關現在被立法機關走得緊遲 你有沒有看到張建宗說 我們邁入保障勞工的新里程 這些是抄了一些政黨 說了十幾年的其中一句 我現在想問一個問題 老人院倒閉 張建宗會不會辭職 勞工及福利局的兩範都是他 改名的 他那個局應該叫做 失業及縱援局 失業及縱援局局長張建宗 我告訴你 我們政府本身不是亂搞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的 有問題是解決問題 你最低的工資很明顯就是自己添煩添亂 那誰要政府去做一些最低的工資呢 就是我們在RTV的辦公室外邊 大約幾十人都支持最低的工資立法 我們心裏的辦公室外邊 我們要進入敵陣 說出真相的道理 所以我們現在還不能出門外 他們就要平衡聲音 左派的弱點是甚麼呢 我們要平衡 別人又不能不讓我做 你最低的工資就是李卓人那些搞出來 很明顯你李卓人民旺跌 就是和你最低的工資執行的時候 亂了大龍 有些人又要失業 保安員是萬多元 就請了大學生美女去做 美女好啊 你不想嗎 現在已經是這樣了 我身後還沒見到一個美女 早上起床 中環那些全部已經是 那又沒有最低的工資去請美女 對呀 你屋苑那些已經變成這樣了 香港哪有這麼多美女 我告訴你那個悲劇是甚麼 你預期有最低的工資 哇很多錢請了美女 問題就是香港出產不到這麼多美女 這個就是最低的工資的悲劇 結果我們寧願用閉路電視 看不到就算了 頭整個電視都是 3D保安員出來 我覺得你都收了買藥那個 推銷藥的員工的錢 推銷3D的電影 3D的電影 你的意思是7.1上班 我們就是要反賣李卓人 大家看看 為什麼民望這麼低 民望低那個反那個 現在 政局的現實就是這樣 不過就是 立法會有騎劫 政府 7.1遊行都被一些團體騎劫了 我們在說一個民間發聲的機會 其實我們在說一些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否一定要被騎劫 被人主導 我們想要表達的聲音 好來到這裡 講開被騎劫 就留下一次再說 下一節回來和大家再見 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地產霸權 剛剛那個地騎劫 怎樣為騎劫 立法會 剛才說過騎劫政府 最近大家記起猶新的就是加煙稅 加煙稅 被你騎劫了 在2009年 這就是政府 不是嗎 政府為什麼無事生事 要搞到七十多萬個英文 每天每天陀包都出籃變糾折 周一鱷要拿世衛反煙英雄大獎 我看不到周一鱷有一種這樣的英雄 他有 他就拿了 這些只是 bonus 對他來說 你說對他來說 他可以搞定醫管局 搞定流感 已經頭暈身慶了 那些搞不到 那些搞不到 病毒變種 病毒變種 你搞不定 你搞到的就是搞煙仔 昇鴻熱變種 你怎麼搞 那些人是會死的 他們不懂的 周一鱷可能就鱷於他的無力感 醫管局我理不到 護膚不夠我理不到 醫衛也挑不來 醫生我不夠 但是我說要引入香港人在外地讀醫的那些都不行 因為香港人的體質很不同 如果你不是中大和港大畢業的 其實你是不會醫香港人的病 所以香港人千萬不要在外面病 誰不知香港人在外面病會死的 一定會死的 因為你沒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照顧 香港人是會死的 神經病 不過我先回來 我搞不定這些事情 那就是搞煙仔 我為什麼這麼心紅去搞煙仔 每個人都想這樣的 以前西九都希望起個天幕出來 你認為真的很有用嗎 天幕有用 你今天下雨走出街 你不覺得有個天幕 看著你越打龍天幕 那裡多好啊 不用擔心 我們看新聞見過 喝醉酒打老婆又有 撞車撞死人 什麼時候我們很少看到 吃煙 吃完煙之後 他打了隔壁 那裡幾下 或者是殺了人 我有聽過 有人吃煙 但是有人干涉 就打他 就被人打了 就被人打了 交通意外數目 有多少呢 真的 大家有沒有見過 在金鐘 這個應該是 金鐘是否政府 警察總部的軍事廠間對外 那裡幾下 有一個警察 有一個警察 那裡就唸了一個 去年一人醉酒駕車 醉酒駕車 導致意外數目 禁酒吧 明顯是死人的 還免紅酒水 雖然我不是支持加紅酒水禁酒 不過 道理不存在 還有 科學 就有很多東西禁止了 你吃快餐 吃薯條 吃薯片 喝可樂 喝咖啡 很多東西都說上癮 有很多痔癌 有一件事很簡單 計算這些死亡紀律 有一個行業 就很厲害 那個行業就叫做 保險 精算 這個Andy 精算是高財生 我想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一個燕民 和一個非燕民 大概 保險的超級差多少 雖然我只要找書 隨口說大概 但我想說 它的效率 都是加0.003 死亡的因素 因為人死有很多種方法 原來 死於非名 就比死於疾病 現今的人死的機會最大 心臟病是頭號殺手 什麼 神經病 現今都市的頭號殺手 就叫做車 真的令人死 令人死 令人死 令人重傷 車 還有道路意外 滾下樓梯 那些家居意外 這麼小 不是他們 航空業 經常說 墜機好像死了很多人 一次過 但總體來說 在車上死的人 每年數以百倍多 於在飛機上死的人 現代人死於最多一定是交通 怎樣禁止 你是禁止少數點後 35個位的數字 相對 然後另一邊 就是很明顯的數字 我現在不是要禁止車輛 但問題就是 我拜託你們道德高地的人 真是妄清事實 其實人是一定有死的 佛家 生老病死一定經歷過 問題就是 燕仔 是不是他們說得這麼慢惡呢 其實我們要知道 反燕仔這個行動 最原始就是反資本主義 因為燕仔有錢 那時候 燕仔這麼有錢 為什麼我們做低它 那些社會主義者 隨便找一個行業做死 他們很開心 第一個讓他們做死的燕仔 所有原則都可以乾煩 言論自由 全世界人都有言論自由 唯獨是你做燕仔 你就不會有言論自由 幾成功 即是他們反映他們的肌肉 我嘗試做死一個行業 學會了做死燕仔 就把他們的技量延伸到任何一個行業 所以燕仔這個我覺得我們不守 我們就是很錯的 當然如果燕仔我們也能守得到 地產百拳也很容易守 有些愚蠢的 即是說肥仔都要納稅 英國 有人倡議的政策 我覺得蠢就是要納稅 社會主義者 就是一輩子做奴隸的原因 就是蠢 即是最後可能變成納稅 納稅的思維 講到尾就是這麼亡居加煙稅 那那些政客是甚麼事 我們一邊說 你是助長施煙 但是周樂想說到花籠服也好 他都要立法會一張票 夠票過的 即是支持他 上個星期五就終於表決 表決無論郵稅也好 外面稅債票償去也好 最後有三十多票就贊成 破天荒有二十票 二十二票在二讀的時候就反對 在2009年的時候是三票反對 即是你的增長比騰訊還要厲害 是的 你會看到立法會裏面的政客 都會有一種計算 除了一些很愚蠢 仍然死守著要加煙稅 佔領道德高地的政黨 開名 鄭家富 黃勝志 黃勝志 都是新界東的 即是你想搶他們的位置 所謂的 劉慧卿 劉慧卿 民主黨的 湯家驊 公民黨 全部都是新界東的 民協 黃文傑會挑戰你們 民協 還有一些功能組別 政府乖乖 功能組別那些 可能不怪他 你不怪功能組別 你出賣民主 他可能被政府哄一哄 他又坐在那裡投票 你說捍衛民主 未有民主都沒有自由 我想知道哪些人真的投反對票 張宇人有沒有反對 真的反對是自由黨 讚你一次是自由黨 謝偉俊 謝偉俊 民建聯和工聯會棄權 這些就是什麼 連贊成的腰骨都沒有 我可以 兩邊不是人 死不死 這個就是他成功的 但是在那次表決 在席棄權 其實功能等於反對 差不多 定答的 應該是財政議會 他們兩邊都會站 對著那班 道德高地 我棄權的 我沒有贊成 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 對著你 我沒有贊成 嘩 這些左右奉亂 你知不知道人家為何是香港第一大政團 關鍵就是在於三十幾到二十幾票 其實你不要說公民黨只有五票 你只是民主黨如果願意轉為棄權 已經是歷史的改寫 民協呢 民協一票 一票 那邊減一票 那邊交一票 他贊成 民協不是人 所以 就是不是人 深水埗的 深水埗的居民 追著馮檢基 因為真是一個燕民 每個月 一天包煙 一年是賣一萬多元稅 其實我們有一個深層次問題 馮檢基 是否不知道他深水埗的公公婆婆街坊 煙仔很重要呢 知道 不過 就是因為民主霸權 就是公民黨領導的民主霸權 捆綁著他 斜劫了其他民主霸權 這個民主霸權這個詞會 就不是我創的 民主霸權這個詞會 就是由偉大的丐幫幫主黃毓民創的 那時候他在上一次立法會選舉 08年指著若薇 有陳方安生 黎智英 這些民主霸權 壟斷民主 告訴你 政治的光位是很寬的 這些民主霸權 就欺壓一些小的民主黨派 例如民協 民協自己想有立場都不行 他們先騎劫了民主 再騎劫議會 這就是香港最腐敗的地方 所以你七一剛才說什麼上街的理由 一百個上街的理由 已經有多一個了 香港 反民主霸權 七十萬英文就要上街 去告訴一些支持街院稅的政黨 這個節目真的可以做到流浪 反民主霸權 大家去想想 為什麼最後街院稅會落實 香港政治文化 因為功能草別邪惡 很簡快一點 沒有被騎劫到 功能草別 當然就是經常被人罵 功能草別什麼都是功能草別 你看音訊問題 看回事實 如果功能草別 CL轉過來 你也搞定 也不夠 不是 他要減四票 你加四票 有三十幾 他減四票 就去到二十九 你加四票二十七 你多做一個文協 就是二十八對二十八 不是 說真的 你若是一個餘案 你現在是通過加煙水 通過一樣東西是兩邊都要過半數 沒有 政府以外沒有 這就是我一路建議的政制改革 我覺得分組點票是好 不過最好的地方 是應該我們要將它衍生到 連政府的議題都要包括在內 政府覺得分組點票是好東西的時候 為何自己不吃掉 跟競爭法的理據一樣 競爭法這麼好 為何政府不受監管 如果分組點票這麼好 我為何政府的議題不需要經過分組點票通過 我覺得分組點票是好 真正的民主派就會支持 所有議案都分組點票通過就算了 其實很猛 你不需要其他改革 如果所有議題都要分組點票通過 你打算拿著公民組別的一本 我民主派只要努力地經營我地區直選 我在地區直選的三十席裏面 所有議題都會否決於政府 你明白嗎 特區政府以後要跪地棄豬 當你是神般拜 他們有沒有道德高地告訴你 分組點票 其實政府議案不需要用分組點票通過 他的理由是什麼 回歸了十四年 我就想不到他會給到什麼理由 要到基本法層次才能夠做一個 你可以政府自己說我要分組點票 對 政府自己道德上說 如果分組點票不通過 以後所有政策都不當真 什麼不行 行政主導社會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過問題就是 你道德上 我已經佔領了高地 就是分組點票好 但是分組點票機制 就是有一個基本法附件做一個憲政上的 背後 對 香港一向都是一個行政社會 行政方法處理 所以七一上街 水債票償 反民主霸權 去想想為何會 你每口煙都要再給多毛錢 那些私煙反就每年賺十億 那大家就 為遠見 好 所以說多兩個 第三個再和大家數下去 還有96個 好 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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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好 歡迎回到最後一節 地產霸權號 剛剛數了四個 還有九個六個數下去 我怕要說到七一過一 我怕你說七一過一年 我怕你說七一過一年 還未說完 何謂煙文就要上街 全香港都是煙文 不是嗎 很多人不吃煙 不吃煙的人 當然不想見私煙 不過我們剛才說了這些問題 另一個也很傷害香港 就是一種黎曼住越來越嚴重 我知道 公屋庫 公屋庫 我們統稱這種叫做蝗蟲文化 就是一種… 蜜就是為了吃 吃完就走 蝗蟲就是這樣 飛入龍團 然後繁殖得很快 吃了一個地方 一片荒蟲就… 一片荒蟲不是飛過了 就已經撞了 已經沒有了 哪會打在那裏煙直的呢 自己煙直得很快 只有這麼大堆蝗蟲 就是有蝗蟲就會不這樣煙直 好 挑戰你 又再去 那你現在反新移民 我不是只是說新移民 也不是針對新移民說這種蝗蟲文化 可能部分是 不過你看回香港市民裏面 都有一些蝗蟲文化 是被政客一邊撼一邊撼的 又是騎劫了 其實蝗蟲分兩種 另一種是非來猛 亦都有肚猛 肚猛是哪些呢 大學生 一去完Ocamp 第一件事入表拿公屋 單身公屋不要緊 照相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不要緊 因為你都不住 我只要有一個公屋租戶資格 拿一張綠標 等政府復建居屋 我就可以買便宜 買一層便宜 我就可以響響腳 他不是不做事的 不過有好處 我會拿 有誰有好處 黃蟲也不是不做事 他都會抹開口去吃道米 那些東西會飛 要飛 很遠 北京飛到西安 都會吃光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黃蟲說的就是一種 不求努力 但只求著數 這種 你滿客 因為在地質霸權下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不能生存 舔到盡的 不只是李嘉誠 舔到盡就是黃蟲文化 舔到盡的表表 為何李嘉誠舔到盡就行 我做黃蟲舔到盡就不行 李嘉誠舔到盡 他也是透過自己和他的伙計努力 合法地去舔到盡 你應該這樣說 他舔到盡後 他舔到盡是合理的 黃蟲說的就是 他不想自己去努力 他舔到盡的田 只是飛過來 總之舊人多 舊蟲多 你擋我不住 我聲音夠大 有政客號召 你抹黑 你抹黑 舉個例子 你抹黑 你抹黑 很實際 你抹黑 多方便 好好做 你抹黑 很實際 雖然我們穿黑色衣服 都是被人抹黑 你抹黑 你會成實的公屋賦戶 還有不計其數 不成實的公屋賦戶 公屋賦戶已經是 如果是單身人士計 如果是富戶的話 他資產超過百三萬 又或者月入超過兩萬元 他就是單身的富戶 如果是家庭的話 就按人數 比例 未必是直上的 但是大概有什麼比例 但是 你在說 富戶二萬多戶 有能力 富戶 即是說他有能力 在市面租屋住 甚至乎買樓 但是仍然霸佔公屋 我們現在常常說 板間房很慘 關復健居屋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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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你二萬多戶 還要多於二萬多戶的富戶 霸佔公屋之前 二萬多戶 真的會誠實如實去報 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你身邊 或者你認識過的人 是因為我有錢太多 公屋單位要交出來 我未聽過 我只聽過有些人是很有錢 已經有錢到自己買了私樓的公屋單位 都不交出來 即是我聽過一個是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是拍檔 是 是大型的 都仍然居住在公屋 是居住嗎 是居住在那裡 很限制 他只會騙你,他只可以放東西,住就住就上去羅邊神道 很省家的,形容他是很省家,總之很省的,政府有好處他都用盡的 很省的 我辛苦找來自在享受,那些人真是佛的 有些人是不享受的,但政府有好處給他,我怎麽不要 他不如做廢青吧,我不明白 生活一樣,你明白嗎,你的生活跟一個廢青一樣的時候,為何不做一個廢青 你做會計時有火人,這些人是神經病的 生活跟廢青有少許不同,起碼人家工作都重要 其實他工作的部分,我應該欣賞他,包括他對價值的取向是神經病 黃蟲我們不是想說一個很負面或者很極端的事 其實為何我們不直接針對廢青或者廢中青 廢就是廢物我們廢老廢嫂 廢青 所謂廢就是違反我們香港人一路秉持那種,就是我們人人都要努力 要自力更新,就是過去幾十年,有一班人說我們有個移民的文化 就是剛才那個會計師就是剛剛雙花,很奇怪 我們有一個造牛的文化 我想他不移民的,不過那個人是神經病的 但是我們移民的移民,移民的移民就怎樣 移民的移民就沒有了,我就要將貨就價,生活差一點 但是他們又不想,我移民的移民不代表我要慘放 我就要移民,不過我就要這個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人應有的生活 神經病 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他們說這些是人性 你不喜歡你就被我了 而且他說我們這些是違反人性 剛才你說的那個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那個是違反人性 我那些是違反人性,但是違反我就要領得盡 這個才是人性 如果人性是這樣的話 就很悲哀 如果大家接受了這個事實 我就不太接受這個事實 我就覺得 勤力做事是很過癮的 不過找到回來,洗一下也不錯吧 這麼慘了 不過無論如何 都是那個問題 上公屋 公屋庫戶 他可以說 很慘的 公屋庫戶 你有沒有做過公屋庫戶 你知不知道公屋庫戶 都買不起樓 如果不復健居屋 公屋庫戶已經可以拿錄表去買二手居屋 重點 為甚麼不去買呢 香港有多少二手居屋 那幫人不買 有二萬多居屋 如果要走出來 你已經是即時 本間房 即時輪效策 少了四分之一 叫人去等 即時大家 住本間房的人 可以上公屋 他們常常說 居屋是一個流轉的作用 你們去買別人的二手居屋 收了你們的錢 就買私樓了 流轉 你們是說的 現在不發生 因為你的公屋庫戶不肯搬去住居屋 不是 居屋庫都不去買私樓 居屋庫買私樓 不是 居屋裏面有錢的人 我都不去買私樓 也有些人買 也有的 不過 你知不知道最慘的是甚麼 甚麼時候補地價好呢 對 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錄表來買我一層樓 錄表那些都不買 對 錄表肯來買 沒所謂 他要保地價才是第一市場 是嗎 沒有人保地價的 樓市好的時候你保地價 等於我和政府分了利潤 樓市差的時候我保地價 找鬼買 所以結果居屋是否一個 很美麗的謊言 為甚麼大家 死都要復健居屋 我不是不明白 復健居屋真的背後 正在照顧甚麼人 可能是很狹窄 很狹窄 你說 那些買不起私樓 又不想住二手樓 那些人 那些人 但你隨便問一個人 你隨便問一個人 你問一個人 喂 你不支持復健居屋 你問十個 不是 九個半 我可以的 好 當然要 等樓價沒有那麼貴 就算自己是業主 也是這樣說 就算他不想買 也是這樣說 因為重點其實不是樓價貴 和便宜 重點是一塊居屋地 尤其是梁家傑 偉大的梁家傑 就不是說北角 一塊地可以拿去居屋 港鐵上角都可以拿去居屋 港鐵上角都可以拿去居屋 如果我沒有搞錯 那些地移動百宗的益 幾塊地加上 大概等於一年的新奉稅 如果建出來 又是不得足額認購 其實有 由美邨都還沒有買 我想問問梁家傑 他是否把他的身家 他公民黨的大狀 替我打十八勢工 替我把居屋去 但你知不知道 那些地產白權 到今天都是無字天書 地產白權的那些傢伙 真金白銀拿出來 起了沒有人買 我們要受的 你立即看到 詳實說是史上地王 立即復健居屋 股價已經大跌 幾百分比 幾百分比 還有一百二元 對 人家做生意沒有風險 你以為逼了地 逼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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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居屋一樣 兩年內我原價 給政府 不給那百多億 行不行 香港人很敗家 一群賴皮的人 一群賴皮的大學生 一群賴皮的政客 七一上街就是為這些 零三七一 即是說七一 我回去 零三七一 那些人上街 那些人說有二十三條 你看今時今日 葉劉淑二的民望 香港人是不是這麼反二十三條 我不知道 再拿上來一天又被人頂過 不過我可以肯定 零三七一那些人是賭董 零四也是賭董 當董建華真的賭了下來 零五年就沒有人下 零三零四賭董的原因 是因為董建華奸嗎 不是 是因為董建華廢 那個只不過是說七八年前的香港 2011年的七一 我們竟然有一群廢青 一群廢柴 去領導我們的七一遊行 香港變了 那時候大家上街是反廢的 現在反而去支持頹廢 你反地產霸權 你一群人是懂得反的 夠盡的 你去挑戰別人 你做地產商很厲害嗎 我做更厲害 來吧 懂嗎 不要說做地產霸權 我給你一群隔仔店 彈省去運行 你都運行不行 你跟我說地產 最靚的地段 我給你運行隔仔店 你運行得行 我說你好 你運行隔仔店 真的要運行隔仔店 不要說運行隔仔店 租行隔仔店 我給你運行隔仔店 你運行隔仔店 你運行不成功 不要說給你運行隔仔店 你運行隔仔店 真的要給你運行隔仔店 都是有很多智慧在裏面 你運行隔仔店 你們這輩子這麼大的人 什麼都沒做過 你看到一群民陣的事 有沒有一個人 在他人生之中 做過一宗成功的生意 不是我挑戰它們 我不敢説他們 沒有 我不知道 的確還未經理大家成功 除了黎智英 黎智英都被我參加 這個就是我 我當作為何輸 所以你說七一上街真的有很多理由 市民不是一定要給一些政客牽著給酒 反正我們走出來是告訴別人 我們香港人要的是一種什麼精神 現在他們沒有的歌頌失敗 歌頌頹廢 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迷信媽媽教兒子 交袋稅也是一個例子 又是擴充 街市也要給予 到時立法哪些政議員會在立法會擋呢 但不排除 這是撥亂反正 我也不知道 交袋稅 我覺得下一個香港的浪潮就是 因為沙門士菌引來的一個奇怪的瘟疫 就是因為交袋稅 來看 好 今天講了六個上街的原因 留下之後 四個有沒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不過距離七一都只剩一個星期 那麼大把 不知道之後繼續探討 但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 下一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還有一段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